GD最后巡视咖啡馆 Ik社长妈太阳胜利赴冀州力称韩国天团Ik M队长G,Dragon,GD,入伍到树三日 明日他将出席其冀州到咖啡馆开幕 作战多年的队友和同事都珍惜这些见面机会到冀州捧GD场 跟GD青梅竹马的好兄弟太阳 先在Ik Story上载胜利赴机场的片段 一直拍住老们的背 在背后用英文不停叫着 胜利,我爱你 之后有在冀州岛的咖啡店职员 贴上与太阳及胜利的合照 然后是Ik社长梁炫熙一贴上与太阳 胜利及编舞老师里再续在冀州岛的四人合照 至晚上才有GD最后巡视新店的照片流出 将于下月12日入伍的太阳 昏后对粉丝依旧暖心 气派旁,送软雪糕 太阳一再窝心送粉丝紫菜饭卷给粉丝分享 另外,自昨日传出GD将进入白骨部队后 就有不少有关该部队的片段流出 其中一段被传是该部队队员在活动上大跳 Ik Bam歌曲Fxxtit进舞 令粉丝安心称GD在部队巨人戏高原原爆受赵风传 网友竟错怪赵又廷大陆女星高原原 与赵又廷结婚四年多,感情稳定 两人也时常对外放闪 最近高原原有数张爆受照片在网络上疯传 让网友不敢置信 甚至还有网友质问她的丈夫赵又廷 为何没有好好照顾她 结果原因揭晓 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 高原原传言 最近被网友拍到一系列爆受照 骨瘦如柴 让网友心疼留言 是为了拍芯片角色需要吗 怎么这么瘦了 甚至还有人怪起赵又廷姑父 没有好好照顾你吗 最后真相揭晓才发现 这其实是2013年的旧照 当时高原原为了照顾生病的妈妈 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侍奉母亲 与赵又廷无关 如今这些照片又被拿来大作文章 让其他高原原的粉丝心疼 看了这些照片 再想到当时背景 真心疼她 放出这些照片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赵又廷不避孕了 半百宋一鸣要拼第三胎 宋一鸣 陈维玲 及宋达敏 洪百荣夫妻 左南下高雄担任健康食品一日店长 宋一鸣 宋达敏去年年底刚过50岁生日 而宋达敏又喜获三宝 让自认也是一伪活龙的宋一鸣动念 想再判第三胎 宋一鸣先前传出已结扎 但她昨成青 自己后来被朋友劝退 并未做结扎手术 她和陈维玲都想再多一个女娃 甚至不排斥一举怀个龙凤胎 夫妻俩目前已经没避孕 这一两年要积极拼做人 陈维玲说 三岁大的女儿乔妹 因为有了达民家的三弟 告诉别人我是大姐姐 并同言同语要求 可不可以再帮我生一个弟弟 成为夫妻俩下决心的主因 宋一鸣强调达民可以 我也可以 如拼出双胞胎 家庭成员数 还能一举赢过宋达民 好胜心超强 她评估目前和陈维玲的体力状态 各方面都没问题 有信心老婆生三胎依旧瘦得回来 而她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儿控 三宝性别毫无疑问期待女娲 宋一鸣回忆 日前要到花莲灾区 女儿乔妹竟放声大哭 说花莲房子会倒很危险 要爸爸不要去 儿子在旁则是只有窝 好的反应 让她大赶女儿果然贴心 即使才三岁就为了老爸安慰如此激动 不过她也说生老三只是自己的心愿 成事与否一切交给上帝 蔡依林大病后手露面 眼神换散公布病况 蔡依林、周琳 大年初三惊传因病毒感染紧急住院 还临时取消原定19日处罚赴米兰的行程 让歌迷相当担心 25日她手露面 贴出自拍照报平安 不过 照片中她的眼神看似涣散 还是令粉丝挂心 纷纷留言住早日康复 蔡依林今天在IG上传一张自拍照报平安 写着 等水蛇腰脱完一层皮 将如熊般旺旺来 由于她急性肠胃炎 让免疫系统下降 因而感染病毒 她今天表示自己得了三叉神经的炮疹病毒 正在等调假中 更透露近况 每天都黏在Netflix上 也说想打网球 叙事待发 蔡依林和张韶涵八年恩怨被棋底 范范罕见回击西日同门范尾棋 范范和张韶涵不合传闻 从2010年开始至今 近来张韶涵因参加中国大陆节目歌手 2018再度翻红 没想到两人恩怨又被搬上台面 让范范莫名被扫到 不断偶酸民涌入范范微博恶意批评 面对声浪 范范则贴出和双胞胎飞飞翔翔的合照 似在回应酸民 人红是非多 张韶涵和范范昔日在福茂唱片的恩怨又被重提 指范范当时抢夺公司资源 范范喊话 有你们 妈妈什么都不怕 似是回应网友的恶意留言 没想到 网友逮到时机 在该片PO文底下留言 我把骂你的人全都赞了一遍 叶范范罕见回击 看来你很闲 不送罗 还有网友来挑衅 听说了你很多不好的新闻 范范同样心上火线回应 希望你不要被那些假的重伤 我的消息影响不必运了 半百宋一鸣要拼第三胎 宋一鸣 陈维玲及宋达民 红百荣夫妻 左南下高雄担任健康食品一日店长 宋一鸣 宋达民去年年底刚过五十岁生日 而宋达民又喜获三宝 让自认也是一伪活龙的宋一鸣动念 想再叛第三胎 宋一鸣先前传出已结扎 但她所澄清 自己后来被朋友劝退 并未做结扎手术 她和陈维玲都想再多一个女娃 甚至不排斥一举怀个龙凤胎 夫妻俩目前已经没避孕 这一两年要积极拼做人 陈维玲说 三岁大的女儿乔妹因为有了达民家的三弟 告诉别人我是大姐姐 并同言同语要求可不可以再帮我生一个弟弟 成为夫妻俩下决心的主因 宋一鸣强调达民可以 我也可以 如拼出双胞胎 家庭成员数还能一举赢过宋达民 好胜心超强 她评估目前和陈维玲的体力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 有信心老婆生三胎依旧瘦得回来 而她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儿控 三宝性别毫无疑问期待女娃 宋一鸣回忆 日前要到花莲灾区 女儿乔妹竟放声大哭 说花莲房子会倒很危险 要爸爸不要去 儿子在旁则是只有窝 好的反应 让她大赶女儿果然贴心 即使才三岁就为了老爸安慰如此激动 不过她也说生老三只是自己的心愿 成事与否一切交给上帝